大权独揽东汉河帝留照皇后邓隋 邓隋是东汉河帝的第二任皇后 她天资聪明 性情温柔 并具有治国之才能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女政治家 天资聪颖 人孝首里 东汉河帝的第一任皇后姓姻 邓隋是第二任 邓隋与河帝之间真是亲上加亲的关系 光武帝留秀的皇后是英丽华货帝的姻皇后 就是英丽华哥哥的曾孙女 而邓隋的母亲是英丽华皇后的堂侄女 也就是说 邓隋是小英后的表姨 汉河帝留照是张帝第四子 登基时只有十岁 虽然当时所有家国大事都掌握在豆胎后手里 但年少聪颖的河帝在十四岁时用计消灭了豆胎后家族 成了东汉王朝真正的皇帝 并开始首次的选妃活动 而这次选秀有两位入选者 一位是小英氏 另一位就是邓隋 邓隋天资聪颖 性情柔婉 她的祖母非常喜欢她 一切起居都亲自照料 在她五岁那年 这位太妇夫人亲自为她剪头发时 因老眼昏花却把小孙女的额头给弄伤了 五岁的邓隋却一声不响 还显出一副欢喜的模样 事后说 奶奶因为爱恋才为我剪发 我如果因为疼痛而哭喊 就会让奶奶伤心难过 我不愿让她伤心 所以才忍耐这一大家都为这个孩子的懂事而赞叹 不但如此 邓隋早会更是人人称奇 她六岁就通读史书 十二岁精通儒家经典诗经 论语 她专心读书求学 和兄长们对答 长江宝学的哥哥们都难逃 由于邓隋聪慧好学 才华超群 家人都称她为诸生 父亲邓迅更认为 她将是儿女中最有前途的 然而 就在邓隋中选即将入宫的前夕 父亲邓迅却因病离世 邓隋遭遇富丧 坚持要守孝静哀 推迟了进宫的时间 三年守孝期满后 又一次的飞瓶选拼开始了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 邓隋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他遗手抚天 还抬头引用青天上的忠辱 这奇异的梦境立刻引起邓家人的注意 战梦者曰 昔日地遥曾经梦见自己攀天而上 商汤也梦见登天而时 这都是千古帝王的先例 做这样的梦 前途大吉大利 难以言传一家人听了这样的回话 顿时喜出望外 为了更有把握 又找来相识来为邓隋看向 结果相识意见邓隋 当场目瞪口呆 连声道 小姐生相乃是成汤之格 由主理天下之分 永元七年 邓隋的名字再一次列在了入宫的名单中 然而 就在一家人满怀期待的时候 永元八年二月 一个意外消息传到了他们耳里 第一批被选入宫的英贵人 被正式策立为皇后 原来 小英是一表妹之亲 又生得美貌聪慧 颇有学识 书艺 很得获地的喜爱 几乎专宠后宫 虽将心爱的小英贵人 策立为皇后这消息 令邓家人甚为遗憾 只能希望于美春即向地实现了 带着家人的极高期望 永元八年 公元九十六年 冬天 十六岁的邓隋带着一些失落之感 走进了大汉皇宫千功柔顺 以柔克刚 据史书的形容 邓隋身高七尺二寸 一百七十厘米左右 姿态优雅 容颜疏 美色夺目 是为后宫中当之无愧的第一美人 其他女子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 何地心花怒放 立即将邓隋封为仅次于皇后的贵人 入住迦德宫 和他形影不离 清静思缠之后 何地发现邓隋不仅是美色无双 更有渊博的才学 柔顺手里的性情 越发割舍不下 他将原本都给了姻皇后的热情 逐渐地分转到了邓贵人的身上 姻皇后当然立即就感觉到了丈夫的变化 他不能忍受何地的依情别恋 小英氏入宫初期并没有限制何地与其他工人亲近 也因此霍地与其他寻常工人生下过许多儿女 小英氏所不能接受的 恐怕是丈夫的心里真正有了别人 更何况丈夫的新欢出身高贵不亚于自己 邓隋成了小英氏的劲敌 到后来皇后宫中甚至再也看不见何地的影子 丈夫来得越少 小英氏就越恨邓隋 一心只想找到邓隋的过失 动用皇后的权威处置他 然而邓隋不但对其他公妃谦逊友善 就连宫中仆役下女 她都好言好语 后宫有好几个皇子夭折了 邓隋表现得比何地还要痛心 多次当众伤心流泪 眼见因皇后的度恨一天比一天强烈 邓隋开始时常装病 但是他装病也与众不同 他自称有病 是为了将皇帝对自己的专宠分担一些 为此还亲自在宫中选择美女送给何地 邓隋主动分会的表现 不仅赢得了后宫妃嫔们的重口称赞 更让何地觉得他有母仪天下的潜质 赞不绝口 邓隋的所作所为 让小英皇后更对他恨之入骨 他当然知道邓隋多次向何地推荐宫女的事情 而问题也正在这里 举荐宫女 这样是好的事情 原本应该是皇后的分内工作 却被邓隋带牢了 可偏偏邓隋严守礼法 从不轻言妄动 因是找不到他任何的直落 有一次 邓隋生病和地位是宠爱 特地准许他的母亲和兄弟们进宫探视 而且不限时日 这对于一入深宫便隔绝亲情的后宫女子来说 是天大的喜事 然而邓隋却立即敏锐地感觉到 这特殊待遇背后可能会隐藏着的祸事 于是他婉言谢绝 每当宫中举行宴会的时候 所有女人都不愿放过这个在皇帝面前展示美色的机会 她们都会巧家装扮 各个艳光四射 花枝招展 而邓隋在这种时候 却总是衣着朴素 偶尔衣服颜色与殷皇后相同 她都要立即更换 不敢与皇后略有相似 小殷是娇小玲珑 邓隋为了表示千功 只要殷皇后在场 她就要结 邓太后戒持宗族 轻骄禀真 丽眼是自己修长的身形 楼背攻腰 唯恐显得高人一等 何地如果向后妃们询问什么事情 邓隋也绝不当众抢殷皇后的风筒 一定要让殷皇后先发言 邓隋的楚楚可怜是如此明显 就连何地都有些看不过去 叹息道 休得之劳 乃如是乎 事实上 后妃之间即使有争宠度恨的现象 也犯不着这样在行迹上表现出来 而邓隋如此小心谨慎的做法 更是只能用过分两个字来形容 看在何地的眼里 效果当然只有一个 殷皇后是嫡妻之事 欺凌了自己心爱的女人 于是 殷皇后就是浑身长嘴也说不清了 小殷皇后越来越觉得 邓隋是在以退为进 将自己一步步逼上绝路 每当邓隋暗宫归前来敬业皇后之时 她简直恨不得将她撕成碎片 偏偏邓贵人的脸上永远平静如水 心思又深不可测 小殷皇后一点办法都没有 她不但恨邓隋 更恨透了何地 对她来说 现在何地已经不是当年的恩爱丈夫 而是一个被邓隋迷惑 随时都有可能废掉自己 将自己丢尽万丈深渊的危险人物 有缘十三年 公元一百零一年 何地忽然生病 甚至到了病危的地步 小殷皇后不但没有为丈夫伤心焦虑 反而认为老天有眼 要在自己还没被赶下皇后宝座之前 先收走刘赵的性命 她多年预计的愤怒终于等到了发泄的机会 忍不住对自己的亲信密言 皇子年幼 我是皇后 大事自然都将掌握在我的手中 我一旦大权在我 就要对姓邓的大开杀戒 不让邓家再有一个人活在世上 然而被杜恨烧红了眼睛的小殷皇后没有想到 自己信任的贴身宫女 早已经成为邓隋的间谍 这一席话立即就被非暴到了邓隋的耳里 邓隋其实早已知道皇帝假如一病不起 殷皇后绝不会放过自己 她可能早已不止一次想过这个可怕的结局 但是当殷皇后的毒事传入耳中时 她仍然被吓住了 于是 加德宫里一幕好戏就上演了 邓隋在自己宫中众多宫女的面前 痛哭失声 对她们说 我竭尽全力侍奉皇后 仍然不能得到她的认可 如今尽获罪到这不田地 虽说女人没有为丈夫从死的义务 但是当年周公祈求替死周王 岳姬也愿为丈夫提身 我决定效法古圣先贤 一来可以报答皇上的恩情 二来可以化解宗族之祸 三者也不至于使皇后像当年吕之那样 制造人致损害姻家的名声说完 就要当众喝下毒药自尽 加德宫里的宫女都拼了命地阻止邓隋 正在又扯又拉乱成一团石 因为宫女假说皇上已经转位为安 眼看病欲有望了 邓隋自然也就立刻放下了手里的毒药 第二天 何帝果然痊愈 所有的事情都被汇报给了何帝 因皇后的毒辣和邓贵人的可怜 让何帝的精神大受刺激 她再也不顾虑什么旧情轻易 终于下定了废后的决心 永元十四年 公元一百零二年四月 有人向皇帝告发 因皇后与外祖母邓珠和谋乌骨 欲对皇帝不利 于是何帝下令严查到底 追查的结果是英氏家族覆没 收缴了英皇后的喜寿 幽禁在冷宫同宫中 做了七年皇后的小英氏 不能承受如此大的落差 不久就死于同宫 所有的人都知道 下一位皇后肯定是邓随无疑 然而两家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及那场瞒不过明眼人的乌骨之遇 不能不使自幼浸润在儒家教育中的邓随 忧心忡忡 这所有的一切 虽然是见在弦上不得不发 但事过之后 她仍然认为 自己在这样一场大风暴后 登上皇后宝座 是得不到什么好名声的 一向爱惜羽毛的邓随 为了不成为众矢之地 不让旁人非议自己 在殷氏被废后 自称罹患重病 闭门不出 然而何地心意已决 当年十月新卯 邓随终于在她二十一岁时 登上了东汉王朝皇后的位置 铁腕太后 大权独揽 邓随当皇后的表现 确实是比小殷氏更为合格 在邓随做皇后之前 各郡国都四处搜刮珍奇宝物 向后宫进贡 宫中也以奢华为风尚 百姓不知为此受了多少苦 邓随一登后卫 就下令取消进贡真丸的陋席 当然 郡国向帝后进贡 是一种必须的礼节 不能完全进决 于是他定下规矩 遂贡只收纸末 其他不能入宫 何地想要给邓随的亲人 加官进决 他也多次恳请推辞 因此在何地一朝 邓皇后的大哥邓陆 只当了个小小的虎奔中狼将 然而 永元十三年那场几乎夺去性命的大病 已经将何地的健康摧毁 就在邓随当皇后的第三年 元兴元年 一百零五的冬天 何地刘兆死于张德前殿 享年二十六岁 二十四岁的邓随成了寡妇 也成了东汉王朝的又一位太后 要做太后 第一个前提就是得有儿皇帝 然而此时的何地后宫 并没有一个皇子的身影 朝中大臣们都面面相去 不知如何是好 新寡的邓随却向宫亲们 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何地早有皇子 只是养在民间 原来何地前后有十余名皇子夭折 到后来他都开始疑心后宫中 有人暗中加害自己的子嗣 但是猜测归猜测 怎样追查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何地放弃了追查 再有皇子降生 就秘密报出皇宫寄养民间 于是此刻的邓随 就立即派人从民间将皇子接回皇宫 被接回来的皇子有两位 一个是八岁的刘胜 一个是刚满百日的刘龙 按照儒家嫡常志的继承法则 刘胜是当然的小皇帝 然而多年来一向表现的循规蹈矩 讲究儒家道义 淡薄名利的邓随 在这个时候忽然变得 让所有人都不认识他了 在邓随看来 刘胜已经八岁 和才满百日的婴儿比起来 自己作为太后摄政的时间 至少就已经少了八年 何况 孩子这么大了 自己如何养得亲 只有墙堡中的刘龙 才有可能让自己养出一个 完全指认自己做母亲的皇帝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 完全违背儒家和皇家习惯的决定 盈利少子刘龙为帝 八岁的哥哥刘胜 被封为平原王 即使这样邓随仍然觉得不放心 对邓随来说 不能让事情脱离自己的掌控 为了防止这样的意外 他要来一个双保险 万一刘龙当真 又重蹈了十几个哥哥的覆辙 死了 那么谁来继位 难道让刘胜补上 自己已经否认 他依次了他重新做上皇帝 并成年掌权后 他和他的亲信 以及外戚家族 绝对会大行报复 于是盐平原年 公元106年 三月在举行了 和地的葬礼之后 获地的四个兄弟 前妃太子 清河王刘庆 吉北王 刘寿和监王 刘开长山王 刘章都要带着家眷 返回各自的封国 前妃太子刘庆的长子 十三岁的刘护 有了刘护 做后辈邓隋的第二道保险 在四月也开始了 大哥邓禄 提拔为上菜侯 车骑将军 黛玉等同三公 成为百官之长 并掌管兵权 弟弟皇门 侍郎邓盔 则顶上大哥的空缺 为虎奔中狼将 另两位兄弟 邓红邓昌 都进封为侍中 成为文宫中的首领级人物 当初邓隋做皇后事 主动推辞 兄长升官机会的举动 到这里已经真相大白 那全是做出来 蒙骗皇帝的假象而已 所有的准备 都做足了邓隋 开始了自己名义上的太后 事实上是女皇的生涯 话说回来 除了在选择储君的问题上 有四心杂念之外 邓隋其实是秦政爱民的 他的忧国忧民程度 远远超过历史上绝大多数 但男性君主 六月初三十七个郡 与风国大雨成灾 邓隋当即颁布诏书 削减各种运用衣服 车马 针摇美味 和各色奢靡复利的用品 还下令 除了供奉皇陵祠庙以外 不得使用金白米麦 自己以身作则 每日早晚只吃一次肉食 各郡各风国的贡物 都将数量削减 一半以上 宫廷内部也开源截流 上陵院的猎鹰猎犬 全部卖掉 各地离宫别馆 所储备的存米干粮 薪柴木炭 也一律下令减少 六月二十一日 邓隋又再次下找 遣散皇宫中的部分工人 多年来 因为刑法严峻 而被罚没入宫 为奴婢的皇族成员 一律免罪 成为自由的平民邓随 虽然常年处于深宫 却早已广泛 留意民间的消息 因此在七月十五日 他又颁布一道斥令 极言吏色地 对主管官员训斥道 近来水灾为患 然而各地官员 为了粉饰太平 求取前途虚名 往往隐瞒灾情 报喜不报忧 明明是作物失收 农田毁坏 却报成肯田增加 明明是百姓流散 却报成是增加户口 隐瞒辖区内的重大犯罪 使不法之徒 得不到惩处 不按规定 任免官吏举荐 名不服食的人才二 最终将这些祸害 转嫁在百姓身上 而你们这些金官 却与地方官员 互相包庇勾结 既不知为天 更不知愧疚于人 从现在起 对不法官员的惩罚 将加重你们这些 二千十高官 必须认真核查 他百姓所受的伤害 免除他们的赋税 在管理宫内事务方面 他也展现出了 自己的聪明才智 据说 霍蒂刚去世的时候 宫中丢失了一切大珍珠 邓太后认为 如果拷打追逼 定然会有冤屈 因此特地将有嫌疑的工人 都照到面前来讯问 同时察言观色 果然水落石出 河蒂有一个男宠 名叫吉成 是河蒂最为宠爱的 早已惹的其他男宠 切齿度恨 于是他们趁着 河蒂去世之际 共同污蔑吉成 要对皇帝之死负责 说他行了巫蛊之事 吉成被耶庭拷问之后 果然俯首认罪 不过邓太后却起了疑心 认为吉成对河蒂一向 忠诚此事 不合情理 坚持要亲自核实 终于还给吉成一个清白 后来他还亲自到洛阳寺 查看有无冤狱 一个死囚灵去时 张口欲言的瞬间 被他看在了眼里 并立即追查出 确实是一桩 被拷打出来的冤屈苦心 同时意外发生了 八月初六 小皇帝刘龙夭折了 文武重臣都认为 应该让八岁的刘胜 继承皇位 邓太后却在出八深夜 用以封王的皇子 才能坐的清盖车 将刘护接进宫中 第二天 桥首等待刘胜出现的百官 没有料到 被一仗引导上殿的 居然是清和王的儿子刘护 邓太后随即又撰写了 策利皇帝的诏命 并当场宣读 宣布由这位清和王子 登上皇帝宝座 和忠常是蔡伦两人 时常仗势干预朝政 三公之一的周章 对此非常不满 几次直言尽见 然而邓太后都不予理睬 周章也明白 邓太后是利用他们 来干预一些 令他不满的朝臣决议的周章 想起一处的旧恨 越发怒不可遏 于是他开始暗中联络官员 密谋发动政变 拥立平原王刘胜为皇帝 只是这场政变 还未能开始就被扑灭了 周章被迫自杀 然而令邓太后始料未及的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一心宝举登基的 过季儿子刘护 却越来越不听话 他一心提防的刘胜 反倒在永出七年 公元113年 没有留下子嗣就死去了 年仅15岁邓太后 当初坚持不理刘胜 无非就是怕他成人后 与自己这个嫡母身份 不能让自己和家族勇掌大权 可是万万没有料到 刘胜会早离人世 邓太后回想往事 懊悔失落之情 异于言表 于是他开始用另一种方法 来弥补自己的数字 他没有像对待 其他无子的亲王那样 来个无子 国除而是为刘胜 过继了一个儿子刘德 谁知刘德也富博 当了六年亲王 也死了 而且又是无子邓太后 在多方比较之后 与永宁元年 公元120年 4月14日 选出了财德茂俱家的 和间王子刘毅 在立位刘胜的后寺 并且留在宫中 多方照顾抚养 邓太后的用心 仅仅是出自对刘胜的补偿 为丈夫延续多一致传承 然而看在安帝留户的眼里 却是可怕的隐忧 这是安帝已经27岁了 遵照邓太后的一致 他策立了邓太后 弟弟邓红的一妹之女严姬 为皇后 并对严姬毒杀太子生母的行径 不闻不问 然而即使如此 听话邓太后仍然对他十分不满 认为他不足以托付国家大事 坚持不肯将权力交出 安帝的如母王胜 对此身为忧虑 担心正在盛年的邓太后 有意废除杨子 这才是他给刘胜 屡次过继子嗣的原因所在 王胜经常和宦官李润 将经一起在安帝的耳边叙道 安帝本来就心里七上八下 被这么一脚 就更是恐惧 对杨母满怀恨怨 然而安帝毕竟是个高地皇帝 已年近三十 仍然受制于太后 对于这样反常的现象 无论是朝臣 还是邓氏家族的成员 都非常不安 但是大多数人 都不敢向邓太后 提出归正的建议 因为悲惨的前车之剑 多如牛毛 在河地和当地流龙 相继去世 王朝内部发生变化的时候 鲜卑南匈奴 及西北方的羌人 曾趁机叛乱 以致生灵涂炭 鲜卑和南匈奴的战士 倒还算小羌人 却是一个大问题 邓随派哥哥邓路 统兵五万出征羌人 谁知邓旧 没有父亲的能力和威望 打了大败仗 还让羌人一直侵入陕西 山西等地 邓路自觉取胜无望 就尚书太后 要放弃甘肃 退守陕西山西 满朝公清 又于邓时之危 不敢表示反对 只卯郎中 于许例外 邓路兄弟 觉得颜面扫地 便按相操作 将于许打发到 昭哥河南区县去 当时昭哥 有以宁气为首的 数千人造反 邓路兄弟认为 于许去昭哥 是死定了 可于许却认为 这是我的好机会 如果不是遇上 盘根错节的问题 怎么能够显示 保健之力 果然 于许到昭哥之后 没有损伤什么兵力 很轻松地就把叛乱 给平定了 正好就在这一年 邓舅和邓隋的母亲 因事去世 邓路真的不善致君 便向邓太后尚书 请求退出军职 为母亲守孝 邓隋并不想将军权 交到别人手里 但又知道 哥哥无法胜任 便向自己的老师 班昭请教 班昭说 照规矩是应该守孝的 假如您连这都不答应 那日后 绝不可能保住 千让的美名 邓隋终于接受了班昭的意见 在几次换将之后 终于在人上手里 将枪人暂时收服 人上所用的兵法 都出自于许的建议 这消息很快传人邓隋耳中 他就任命于许 为五都太守 入甘肃平枪 终于取得大胜 并且将荒芜的五都 治理得井井有条 然而没过多久 由于人上与太后之地 邓尊发生争执 自己又立身不紧 而被邓太后处斩 于许 也随即被找了个小过师 免了指 事实上 这时的邓家 已经完全变质 邓太后 虽然一生聪明 大权独揽 但他最终 也无法操控 自己身后的事情